一般的装修人员,虽然他们会接线吧,因为很简单,培训一下就会,但是他们是装修人员,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弱点工程师或者这种六点工程师,所以他才不管你这个,所以我不缺义什么就好。 如果你不说要偷标识,人家才不是一套,带来的后果是什么? 对不对,咱这个楼上刚刚出去了,去年的时候刚刚出去了,咱楼下的所有教师都是什么?没有加教制限。 然后呢,那段时间就投半个月吧,鸡飞骨跳越上。今天上课,哎哟,挺好的,是吧,广播就没有了。 第二天上课以来,有,一大片,这两排也没有,就这几个也有,然后咋回事,不知道,查线。查不着,明明是上面没有标识啊,怎么办?怎么办? 把这个侧线仪接在这个头,然后拿着这个尖头到那个挨个线去侧,如果是不是,没有不是这根线,它是咋一嗡嗡嗡嗡响。 但是,如果是放在这个,它叫那个什么,滴滴滴叫,或者是有别的声音,声音音音音质,你们知道吗?啊,确定是这根线。 但是,我们有这种情况出现,是吗?在这根线接完之后,死活中痛,然后后来到那边去测,明明是格式病,怎么办? 办公室,我们办公室就有这个情况,怎么办?后来把线槽,把这个这个铁壳子拆掉,拆才发现,它把这两个头,一头接出来在这,另外一头在线槽里,它们也被蹲出去,然后把它蹲出去,接着就变好了。 这事不就是没有人见书啊,或者说,验书人员不是专业的这种原因,我们就是把那些校长看着看,啊,挺好的,看着你看,啊,看了很多。 他不懂啊,他不知万人在看着,明白啊,所以导致这种审划的透度,而且还有情况,是吗? 急于一开,这把本是通的,那把本没事,没有。 完了,然后呢,我说是外老老现了一下,因为咱们是不是也有些情况,拔了,拔了也不行,还是不行。 然后呢,过来一会儿重启,把交参纪录游戏重启,过来一会儿重启,哎,中间就有点红了。 然后,这边的传绵,升起来,升起来。 故障就是这样,你们这种承证故障,让它换断,升起来。 各位,这块科学,现在是开始同,我们两个之间往回面前,是吧? 重启一下,我们两个之间是没有问题,再重启一下,有可能另外一切,没有问题,升起来。 现在,线路没问题,最有可能的东西,交换机环路。 什么是这事吗?什么叫交换机环路? 啊?啊?一根线接出来,没有接在电脑里,转着船回去就接个交换机。 什么呢?牛肌狼,导致数据风暴,是吧? 然后这个,这个防御风暴,是吧?导致交换机环路数据风暴,正常交换。 然后,有一部分线是吧?没有影响,是吧? 重启一下,数据外衣,怎么没有风暴?怎么办?怎么办? 咋找?上面没有任何标志线,怎么找?怎么办? 后面所有标志线都强到了,然后插,插一个,谁就晾了,这个头就倒流。 再插下一个,不晾,没有人,以后就去晾了。 但是不准,为什么?不是所有标志线都做的人吗? 所以只能保证什么?这个班上课的人是能上课。 然后后来,下个班如果有人做了其他的新标志线,再说,再说,听明白了吗? 所以我给你们讲,什么问题啊?就是我说了什么? 一开始的规划,或者说整理没有做到位,后期的雷骨是不是就会做了一成分的。 原本是什么?你一开始就没有经验。 你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经这个?你下次还会翻第二吗?还会吗? 不会是吧?这叫什么?工作经验是吧? 我现在来的,是不是都是这个来的? 自己犯了个错,或者看别人犯错,或者我给你讲的这个错,但是我说。 我给你讲的这个东西都不靠谱,为啥? 讲的时候,哎,这个事儿挺挺大人的,我下回不能犯什么? 等到你自己转头就吧,该犯还是犯。 好了,小心啊,焦完基环弱是很可怕的,还会导致我们整个脑的全部情况。 OK?听懂吧? 好吧,这个线我们就说到这儿,好吧? 阿蕾说是不是应该接一下? 对,我下节课先拿几个头,它还有几个头。 OK?我先给你们先接两下,是吧? 要不然咱们今天可能,比如说讲温度时间讲不了啥,因为我们应该下节课就能把那条话给他讲完了。 OK?那我们就稍微做个类型了。 接一点吧,好吧? 还是你们谁自号深入我接? 你接啊? 那也行,行。 为啥? 那也行,都行,都行。 但是为啥? 万一我要没接通的时候,这个就会没。 咱这线质量确实不大,你记得一定要死溜的,它比较弱。 它不是那种常规线,中规的线。 OK? 不太好奇。 好了,这些东西的时候都非常简单。 没错吧? 没有什么道路可解了,就是一些基本概念。 OK? 重点的,难免是,都是一张IP技术,是吧? 还有,我们这节课看看以太网技术。 也就是局域网技术。 什么叫以太网? 什么叫做以太网? 这写了? 没写。 好,写了。 不是啊,工作在数据电路层的网络,我们成做以太网。 数据电路层,记得吗? 工作在数据电路层的网络交付以太网,也就是我们的网卡,网线交往机。 OK? 各位,我们之前是不是说网卡是物理层吗? 但是,你想,网卡上有麦克技术吗? 只要有麦克技术,是不是应该就放在数据电路层。 所以我再说,在PC迷活性当中,数据电路层的位置很干大。 它既可能是尾层,也有可能是网络层。 所以,我们一般可以认为,以太网指的就是居住。 就指的是居住。 听懂吗? 好了,有问题。 这个东西没讲到在网络之前是解释起来,无法解释。 根本没办法解释。 现在,很简单一个概念。 有问题吗? 有问题吗? 没有,没有问题。 那好,各位,你们以后的工作,绝大多数的工作,都集中在以太网的工作。 包括你们的福气,也都是公司内部的福气。 就算它要使用公网贷款,它也是什么? 你是不是去网络买IP? 网络是把IP给你。 我是不是接过来的时候,是不是本身我的福气群体能用就行了? 真正出去怎么用,是不是我们都不懂? 听懂吗? 所以,我们的所有网络部分的教学,都集中在了以太网站。 听懂吗? 包括后来讲的这个游戏,教练机。 听明白了,我们说什么? 那只要出去放入到不管, 那最少就要用到CCMP的这样一个等级。 OK? 那样做成续网的时间,要到CCMP。 明白? 但是我说,我们国家的骨盖网现在是已经搭建了。 我不需要那么绝大理系。 咱们掌握,掌握CCMP的时间, 就基本上,局网的东西能够,就够。 可以吗? 因为,绝大多数工作都是这样。 甚至,你们以后工作状态是啥? 你们工作状态是啥? 最大的可能是,公司的所有东西都已经搭建成。 然后呢,你去了干嘛? 保证这些东西是正常运气的就行了。 当你们工作一段时间之后,有了一定经验, 然后,说不定,比如说我这个职位逐渐提升, 在我原先公司上造了这个工门人员,这个管理员, 这个部门金。 然后呢,你再跳槽的时候,才有可能会碰到什么。 完全需要你从头到尾手, 大多多多加工资的。 因为呢,比如说,买贷款,买服务器, 买贷款,从头到尾,从头到尾,才有可能。 我们知道,这个事儿,三五年之间有关,你就碰到。 就算是,到这种情况下,你只要干嘛。 知道给谁打电话。 好,同学好,我要一个带宽,要多少个IP, 二大五十六个IP,一个CV,拿过去。 他是不是就跟你把其他东西都准备好啊? 你把CV的时候分开,得熟悉了,你就可以了。 能知道吗? 还是具有了。 明白吗? 你出不去了。 因为这个东西是现在已经有现成的, 都已经做得非常完善的,不用多么去动。 能知道呢? 分类现在分工事就非常明确了。 明白吗? 所以,我们需要其实专门把局域网技术再拿出来干嘛。 详细详解一下,好吧? 听懂吧? 听懂吗? 好了,还是这句话讲的都是概念性的东西。 那么,在局域网内最主要采用的仪太网当中, 最主要采用的机制就是这个。 C-S-M-A-C-D。 C-S-M-A-C-D。 载波坚轻,多路上的。 就是什么? 发送数据之前是要先验证整个局域网面的吗? 没有人发送数据,然后是不是我才能发送。 但是我说,这个东西现在其实基本不用了。 原因,这是不是早期用hub的时候呢,这个重要的就是太网络机制。 没有这种东西是不是整个网络就乱了。 但是你现在还用hub吗? 用什么呢? 用什么呢? 用什么。 我说了,交换机每个口都是什么? 每个口是不是独立的冲突语? 交换机是不是会分割冲突语? 但是不会分割网络语,OK? 啊? 东西会干嘛? 分割网络语,当然是不是也会分割冲突语? 证清道德说是吧? 所以这种技术相较虽然还挺赞,但是它的证处已经大大下降了。 我们了解这个东西就行了,可以吧? 可不可以? 也就是说,你们现在看起来这种不起眼的交换机, 它是不是取代了我们之前的像中继器, 欢迎信号,OK? 像tab,就连接不同的电脑,OK? 这样的这些功能是不是全部都取代了? 是吧? 所以啊,随着技术的进步, 我们现在逐渐的这些东西, 可能有一些东西还是逐渐的切简单, 对吧? 它或者说功能和硬,明白? 我问你,如果我们用的是哈佛来做点剑, 不是做点剑,OK? 哈佛是不会分割冲突语,不会吧? 那我问你,那我把整个楼都接在一个冲突语里面, 或者说,如果是用哈佛来接, 我应该怎么来分割冲突语呢? 我如果用哈佛来做什么? 嗯,对吧。 还有另外一种很老的设计叫做网桥, 网桥。 它的唯一作用是分割冲突语, 也就是说, 如果我们的一些老式网络, 是吧? 如果我们的距离超过一定的线度, 老式要加进一起, 所有的线组都要连接到网桥的这个哈佛上, 然后呢,一般情况下, 一个办公室之间接一个网桥, 把冲突语合态, 虽然我们在同一个网桥, 有奈的车吗? 有奈? 有奈。 所以,那的时候就算是有件心情不漏, 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。 你是要计算, 要用多少的哈佛, 多少的攻击器, 多少的网桥, 才能合理。 或者说, 多少才见到配一个网桥, 这样的网桥的正常使用, 不会充足太多。 你能够说什么吗? 那现在还用吗? 不用了吗? 全都是吗? 你才交换基础, 全是哪? 能不能啊? 所以啊,各位, 当时之所以不用的原因是, 交换基础价格开始了, 为什么? 先说我说实话, 如果现在, 没有我们的什么, 就是这个, 华为这样的公司, 交换基的价格依然非常快, 我们才普通的, 司科的, 这种交换基, 带光线的画二十四行, 大概也需要三千多块钱, 也需要三千多块钱。 那我问你, 我们这个教室是需要两个, 底下的大教室是需要四个, 购买交换基, 就找到这一栋楼, 可能就要投入即时了, 你们知道, 但是好吧, 现在是啥? 我是不是出现什么是交换基了? 只要实现交换功能的时候, 什么都不用配, 我说不要投入即时了, 这有一个大多多钱, 三五百块钱左右, 那时候成本就降低得多多了, 所以, 才使得我们的交换基使用的时候, 进入了常态, 如果要, 就算是当前用斯科的东西, 也就非常贵, OK? 所以啊, 对不对, 华雷现在是不是逐渐在, 他的宝洛世卫在抢占一些, 怎么说, 像这个东南亚, 非洲, 这样的相对来说较落后的地方, OK? 但是, 像欧洲, 像咋文的这种, 就是比较发展的地方, 一般还是斯科文, 包括国内讨, 其实, 虽然我们现在都在用华雷, 但是当国内的所有的教育都教育的优势, 或者说这种培学, 都讲的都是斯科文, 因为它可能还是占比较大一些, 听懂吗? 包括, 还是一句话, 我们选择交什么东西, 最主要的一个看的东西就是什么? 市场占比较高, 市场占比较高, 这种事, 听懂吗? 那华雷的年轻地位非常严重, 没有学校去培学, 它只能干完, 华雷自己来培学, 跟随着华雷的市场占比较高, 但是随着华雷的市场占比度, 和它的知名度增高, 增加, 所以, 有一些华雷机构在, 就是, 如果是专门讲华雷, 它会在斯科交换机之上, 再讲一下华雷的事, 但是我说, 原理完全一样, 只是什么? 操作性不是不一致的, 代表了, 导致的是, 命令是个完全不一样的, 需要单独学一套支持, 但是, 咱们现在是不是, 咱们现在不是咱们学队的, 所以, 此刻的了解出来就可以了, 华雷就拉倒了, OK, 如果你真碰到华雷, 怎么办? 手册啊, 摆住, 然后帮助, 或者它还有图形见面, 从见面先配, 配不通, 怎么办? 所以见面, 你真要用华雷, 一定要卖新的, 一定要卖新的, 不要卖二手, 为什么? 有客户支持吧, 大家骂, 今天必须给我解决, 不解决我今天, 我都不骂, 这件话我不骂, 你怎么办呢? 我年轻的时候, 一开始就做华雷社的, 咱们的网管, 也没我, 怎么办? 他就是不会, 然后他就给华雷社, 这个购物社说, 我需要什么什么样的功能, 把我的这个龙, 龙和龙女之间的这个, 要不要增加, 然后呢, 龙女龙之间还能就是, 方便地把它开通, 然后还能接一个区外网, 因为咱们在年轻里面, 咱们有三个我, 明白? 念的时候是很恶心的, 念的时候就是什么, 解决了, 怎么办? 给华雷公司打电话, 华雷公司说, 他是社会公司说, 我也解决了, 你觉得他就太复杂了, 我也不会, 然后说就等等, 我给你那个查资料, 然后呢, 查完资料就没消息了, 然后就继续打, 接手打, 打了一个有概念的话, 最后解决, 就是这样的来说, 好了, 答了我说, 其实这两个司科, 也一样有一个问题, 这东西是不是做得太有办法了, 我们真的不行, 做不了, 但是这个时候, 司科就比较操乱, 那种, 他一般是个国外的特殊, 他应该给人家说英文是吧, 你会吗? 所以啊, 你说我们来考虑, 可能等等查理, 这可能还是, 好吧, 那先说吧, 好吧, 好, 后面的东西都不满了, 我们先把它夹着, 就拉到了, 我下去找网线去, 好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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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优子 好, こう, ỉ, 好, 到央 coisa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